讲一段有关芙蓉镇 谢金导演芙蓉镇电影的画学 这个图片是湖南湖南湾村的吊脚楼 1985年末,谢金导演打算拍《湖南湖南湖》的时候 那时候时间很久了,外景地还没选 外景地就选,结果派出他们那些副导演啊,美公司啊 配上一点越野车 然后找到历史一个多月 找遍了湖南、关西、贵州、四川等地 在谢金导演说没有选好外景地就不要回来 经过反复筛选只选了三个景地 其中还去看了小说作者古华的老家湖南嘉河县 湖南嘉河县也去了 结果傅导演在长途电话中带着哭腔向谢金导演报告说 家河没有井,只有一口井 结果剩下三个景地公谢金导演 一个是淮华的秦城镇 一个是湘西自治州的棘手镇 另一个是永顺性的王春镇 到了12月底 西金带着西金带着摄影 到湖南的时候进行副省外景地的时候 看了好几个外景地 统统被摄影师为首的副省人员否定了 最后只剩下 湘西四大古镇之一的王春了 就像是一样的 那玄景主的人员很紧张 万一这个王春也被谢金导演否定的话 那么就是三重水劲了 没想到谢金到了王春后 就灭起眼睛喜欢上他 喜欢上了这个古镇 沿着石板铺就的小路 黄黄而行 在无力之多的长街上 谢金走走停停 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站在街后面的一个广场上插着 谢金导演双手插腰 站在那里欣赏了 欣赏了大吊脚楼 欣赏了一座大吊脚楼 然后他情不知情地说 哇你们看多漂亮的吊脚楼啊 全国少见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福龙镇了 后来这个就写进这个代表作之一 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福龙镇选景就选择这个湖南的 湖南 这个什么姓啊 永顺姓的王春镇 这个是图片上 网络上的一个图片 有古镇的味道 作者古作者古华 福龙镇享受的作者古华 也是湖南的 有时间应该去旅行一下 听说那里 那个影片中 影片中这个 这个影运影员刘晓清 刘晓清 刘晓清卖豆腐 福光音的豆腐店也还在 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 旅游的一个 旅游的一大景点 下次有时间去这个湖南的 像画过腕虫镇去看看